吉安乡立娥元15号开学乡长游淑珍 特别前往陪小朋友开启智慧之门 敲响智慧罗 也一起通关玩游戏 象征丢掉坏习惯 穿越聪明平安门 走进时光隧道 乡长还发送每一位小朋友一包乖乖 希望幼童们都能够乖巧伶俐 在吉安乡快乐地学习成长 在老师的协助下 小朋友们开启智慧门敲响智慧罗 这是吉安乡立幼儿园为小朋友们设计的开学仪式 乡长游淑珍表示 幼儿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吉安乡立幼儿园用心培育国家幼苗 要让每一个小宝贝都可以健康快乐地随时成长 孩子是国家的智法 今天是吉安乡托开学的日子 我们首先打开智慧门 敲响我们心里的那一个幸福中以后 我们丢掉了坏习惯 把坏习惯都抛开 走进了平安门 走进了聪明门 更走进了智慧乖乖的 未来的努力的大门 希望开启了永续的学习 开创我们最重要的学龄关键时期的一个幼儿教育 吉安乡立幼儿园一定会善尽专业的幼儿教 来开启孩子无限的学习智慧之门 希望我们一起来努力 感谢家长的认同 对于我们吉安乡托赋予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善尽 我们一起加油 吉安乡立幼儿园开学日 原邦精心设计了多个游戏关卡 有开启智慧门 丢掉坏脾气 穿越聪明平安门 敲响智慧罗 走进时光隧道 乡长游淑珍还发送每位小朋友一包乖乖 希望幼儿童们都可以乖巧伶俐 在吉安乡又快乐的学习成长 这里会吉安乡报道